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启示亮光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 我们看诗篇111篇 诗篇111篇第一道第六节 赞美我们的阿爸父 主啊 荣耀的阿爸天父 你是坐着为王 立定你的宝座在天 地球是你的脚凳 我们奉主的民宣告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政治人的会中 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天父我们祷告 你感动我们的心来考察 你的道里面的律律典章 是知道你的道里面的一切美和善 要知道你的原则 要知道你的一切的运作是如何 阿爸天父啊 愿你作为本为大 让我们是能够喜悦来考察 奉主的民族神的儿女 有喜悦考察 耶和华神的伟大 耶和华神的作为的心 愿你恩高恩赐我们 让我们是以耶和华神为乐 天父愿你打开我们属灵的五官 恩高我们的信心来接受 从你而来的信息 装备我们在要来的这个星期当中 得胜又得胜 夸胜并且把荣耀归给阿爸父 愿你亲自领导我们 与我们同行 有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牧者 我们不知缺乏 并进入一切的慷慨 有丰厚一切的供应 在耶稣基督里面 纯粹排列出来 迎接我们 有圣灵的恩高充满 让我们的头戴上华关 我们的脚地下自由 走在政治人的道路当中 是蒙福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又有天使天君围绕保护者 我们赞美阿爸父 感谢赞美阿爸父 诸说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了歧视 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这个提醒我呢 就是关于 Vivian International Church 就是说新的一年 要祷告的时候 我就正在祷告 说主啊 今年里面 你给我们有什么的主题呢 给我们有什么的 这个是出为你的 2024年 叮 两个字出现 Awesome Miraculous 英文哦 所以不单只是给恩宠教会 Vivian International Church 是我求问耶和华的时候 他出现这两个字 今年对我来说 对我的家 我的副家 整个的Vivian International Church 都有这个叫做 Awesome Miraculous 就是惊人的神奇 因为诗篇111篇的事件 说耶和华行了歧视 使人纪念 愿天父你在今年要成立的这个 使人惊人的这个神奇 愿你行你的歧视 在我们的当中 使我们来纪念 耶和华 Alleluia 耶和华有恩惠 奉主的名 Amen 有联名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天父是师赐爱守约的神 这一个可不得了 他是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无论地面有什么事情发生 神的儿女 必不缺粮 诗人也说 在他一生的时候 甚至他已经到了年老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 没有看见过 义人的儿女 是讨饭吃 没有 无论地面 人说是 发生什么事情 神都必在他的窗库里面 丰厚供应 一切的粮食给 哪一种的人呢 敬畏他的人 必不缺粮 必不缺食 奉主的名 Amen 愿我们来纪念他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是师赐爱守约的 他要守约为的是 要施他的慈爱 要使我们尝到 他恩典的这个滋味 不得了 感谢赞美阿华 守约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他已经决定了 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他不改变这个 没有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 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是永远被爱的 永远是有神的供应的 永远是有神 永远的保护 像神怎么样 为挪亚 在天空上放了彩虹一样 神与他的创造之物立约 也是以挪亚来立约 永远永远的 不会用红水来灭这个地球 神是守约的神 我们要信靠他 感谢赞美主 他向他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今年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接受 天父把外邦人的地赐我们为业的 我们奉主的名接受 阿们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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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 还有 这个正经 我们看这个 真的是奇妙 我们看真言 真言第29章 第25 第25节 真言第9章 29章25节 惧怕人的 陷入网罗 没有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这里两方面 特别是说明什么呢 我们是 神的圣灵所生的 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去 是主的身体 耶稣是我们的头 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种类 是神的儿女 在我们的身份里面 我们是君尊的基石 我们是有阿爸父 在头上成为遮盖 他的遮盖在我们的头上 就是爱 爱是爱的生极 遮盖我们 有保护 然后爱的生极 遮盖我们 有供应 爱的生极 遮盖我们 有得胜 有同在 有父的爱 装备 管教 陪伴 父亲自于我们的同在 那我们应当的是叫 敬畏耶和华 因为他是我们头上的遮盖 我们当孝敬父母 对吧 我们要尊重 尊敬我们的阿爸父 但是如果你是叫做最怕人 最怕人是什么 是你要尊重人 还有从人而来的东西 无论是什么原因 多过于你是敬畏耶和华神 英文的翻译就很好 我们看看和英文的翻译 一起来看 意思说 你若是恐惧 惧怕人 你一定是泄露网罗当中 所以你是叫做尊重人 过于神的话 你一定会陷入在网罗里面 因为本身 惧怕人本身的这一个事情 这个的东西 最多的恐惧要临到人的身上 乃是要以网罗来套他们 是一个套 千万不要落在 看人的脸面 不要落在是 担心人给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叫威胁 不要看那些 你单单只是仰望耶和华神 因为拯救是从他而来 因为帮助也是从他而来 因为供应也是从他而来 保护也是从他而来 而且是猜 神的天使 是利盈 是围绕着敬畏他的人 属他的儿女 是他来保护 他来供应 是他来带领我们 你为何惧怕人和人的恐吓 不要进入那些的恐惧 你也要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 是在人和人的恐惧之上 是神的君尊的祭司 是神的儿女 是有权柄 是有神的同在 是有天使天君的帮助的 为何恐惧人 所以这个要祷告 有些是从文化 有些是从环境的这种 蕴让 所造成的一种的环境 你是适应了很久 你是熟悉了 整天都活在 人的声音的恐吓之下的 今天是你的突破 今天是你要从 那个的框框 要破出来 奉族的名宣告 这种亚述王 就是叫外邦私利 就是叫黑暗私利 放到在你身上的 那个的重压 奉族的名 折断 破除掉它 因为你有神的道 你有神的生命 你有神的同在 你有神的帮助 你有神的恩高 你有神给你的做 神的儿女的身份 你连结于阿爸天父 有天使天君来帮助你的 奉族的名 捆绑恐惧赶出去 到耶稣所奋托的地方去 放着的名 捆绑恐惧的灵 也捆绑恐惧 怕人的心赶出去 到耶稣基督所奋托的地方去 我们祷告主 你带领我们 使我们不要陷入这个的网罗 我们要进去的那个星期里面 我们宣告 这种的网罗 不可成立 废掉 放着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要依靠耶和华 必得安稳 所以凡事上是什么 依靠主 在你的灵人里面 依靠他 信靠耶和华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有人靠看人的脸面 有人靠看钱 有的人是靠朋友的帮助 有的人是靠 自己的 叫做 学问 自己的能力 无论你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有一天都会失败 松鼠 最会跳树的松鼠 有一天也会掉下来 但是唯有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奉耶稣基督的脸 这一种的平安 这个世界给不到 天父我们祷告 就是主耶稣基督平安君王的 这个治理 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接受 主你的保护 我们情愿 依靠耶和华 而行事 不愿意靠 神 不愿意靠 钱 不愿意靠 东西 不愿意靠 关系 只依靠耶和华 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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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历代志上 第四章 第十节 历代志上 第四章 第十节 从第九节开始看 这里说就是亚比斯 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 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是说我生他甚至痛苦 这个有两方面的痛苦 第一方面是他是无可奈何 为什么呢 不是他要意愿要把痛苦 夹在他的母亲的身上 他也不知道 只是当他母亲是生产他的时候 经历那个的痛苦 所以他母亲就记得那个的痛苦 所以为他立名为痛苦 叫做生他的是甚是痛苦 父母有立名的权利 第一这个人就是这个孩子 就是看起来真无辜 为什么呢 他只是被怀胎的时候 就成为了他母亲的这个甚为痛苦 然后第二呢 他遭受了这个立名的权利 父母有权在位 立他的名为痛苦 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呢 是不是他的一生就是必须是我在这个 整个的叫做痛苦的诅咒的领域之下呢 其中第一个呢 你是要需要饶恕你的父辈 或者是母辈 如果谁都好呢 就是有权在位在你之上的 是曾经因为你的一些缘故 就宣告了一些就是属于叫做诅咒性的话 并不是因为他们要诅咒你 乃是因为他们会经历一些的痛苦 而整天讲到你就提起那一些的痛苦的时候 像是雅比斯的这个母亲说 哎呀这个孩子啊 每一次讲到这个孩子就是 哎呀生他的时候很痛啊 是这一类的 是一种的叫人 所没有留意到 但是宣告出来的一种的主重 因为是对他那个孩子来说 是一种的叫压制下去的 在那个痛苦的领域里面 你要第一要饶恕 有权在位的 饶恕 说过你有哪里不好的 特别是有些父亲母亲 对儿女们的那种 话语上面的没有祝福的 这个东西 你要饶恕他们 你说父啊 我今天就决定饶恕 我的谁谁谁 说我 而且说过是什么东西 你会记得的 你就是说过是那一句话 然后呢 你说我把这一句话交出来给你 求你把这句话 从我的记忆里面拔出来 祝福我的记忆 主耶稣进来 在我的记忆里面 是做个手术 把它拿出来 那个东西不再属我 和我切断关系了 从今以后 这个东西不再是我的了 不再放到我的记忆里面去了 祝祝拿去钉在十字架上 我饶恕 我的父亲啊 我的母亲啊 我的谁谁谁啊 我的生命呢 你拿去的就是一回事 然后你就宣告 我再也不是那一个 然后你就宣告呢 我 祝福我的生命 是不痛苦的 我祝福我去到哪里呢 不是成为别人的痛苦 而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就可以宣告 不同的祝福 对吧 来代替那个已经拿走了的 人的口识 给你的那一种的叫做 亚之和叫做诅咒的意思 那这里呢 就说到呢 就是雅比斯明知 他是有这个问题出现了 他的母亲的话 常常就是在那里说 痛苦啊痛苦啊痛苦啊 但是呢你会发现什么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哎 怎么突然间 这个立民是有成名 是有意识的 但是为什么他的生命 比他的叫众弟兄更为尊贵呢 你要知道那个的缘由 缘由呢 是雅比斯他决定求靠 以色列的神 这个是转类点 弟兄姊妹 胖子的明知夫 弟兄姊妹 你不要在 整天看着那个痛苦的东西 在那里伸烟了 这个是最大 人最大的问题 整天看那个负面的东西 整天讲 哦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 自己诅咒 自己常为就是不行 啊出不来 出不来出不来 哦 他就永远自己出不来 其他的人都出得来 就是他出不来 为什么 他宣告了他出不来 所以这个也要留意 所以不要因 已经有的这个 别人称你为痛苦的东西 而自己就是 赞同去宣告 诅咒临到自己身上 千万不要做这个的事情 乃师说什么呢 求靠耶和华 今天鼓励弟兄姊妹 答案是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 马上求靠耶和华 你求靠别的神不行 你求靠别的东西不行 你求靠人也不行 求靠偶像也不行 只求靠以色列的神就行 雅比是求靠以色列的神 说明是这一位 然后求靠的是什么呢 你祝福我啊 圣约你啊 祝福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 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于是说 就我脱离人的 诅咒性的黎明 里面一切的范围 他这么这样宣告的 保佑我 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他有去对立 他的母亲们没有 他有去看他那个问题吗 他把他带到神的那里去 他说神啊 你保守我 你祝福我 你扩张我的境界 你常常与我同在 你保佑我就行了 使我不要进到那个的领域去 不要进到那个痛苦的领域去 保佑我不遭患难 没有患难就没痛苦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弟兄姊妹 我们祷告主 保守我们不受患难 不遭患难 保守的名阿门 以至没有痛苦可以出现 不受艰苦 神居然是应允他的祷告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痛 这个行 因此 就是因为神应允他所求的 使他不受 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他的生命活出来 变成什么 他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意思说 其他的人 如果不是有神的祝福保守 不是有神的计划 都可以落在某一种的患难艰苦 某一种的就是 生命变为不太尊贵 有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们赞同亚比斯的祷告 我们说 神啊 以色列的神 神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我和我的一切 神应允亚比斯的祷告 你应允我的祷告 因为是同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赞美阿爸父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 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 第五十节 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 第五十节 这个是耶稣自己说的 谁是天国里面的人 说明谁是天国里面的人 不是说你说 主啊主啊 神啊神啊 不是说 我为你行神祭祈士 我又发语言 我为你赶鬼 主说这些的人 我不认识他们 为什么呢 没有 遵行父的旨意 谁是天国的人呢 大家要留意这个 你千万不要说 我是个基督徒 我是信主的 这个口讲而已 没有行为 没有行动 出来的不像耶稣的性情 出来的没有耶稣基督 所做的东西 耶稣说 我做的你 你也要做 你做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祷告 你要求主 竭尽赦免 因为主耶稣说 我所做的 信我的人都要做 且要做 比我所做的 还要做得更大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可以奉我的名 向天父求 任何的东西 我的天父就赐给你们 是赐给谁呢 是愿意做 是愿意做 耶稣所做的事情 也愿意做 比他做得更大的事情的人 因为父要得荣耀 为的是天父要得 所做出来的事情 生产出来的荣耀 所以这一类的人 有求必应 真的 凡尽行我父旨意的人 就是信你要行出来 你光说 你是自己欺骗自己 也是叫做宗教的迷惑 乃是 你是听了之后 你把它行出来 你不是听了之后 说你去做 你去做 你们大家 我听到是这个 你们去做 自己不做 哎不行 谁听到的那个 谁就应当去做 阿们 所以有些人问我 哎呀 我听到神和我说 要这样这样这样 你说好不好 我说真的不错 那你就把它做吧 我说不 我不会去做 为什么 你说你听到 我没有说我听到 对吧 你说你听到的 你就 你自己的话 说明你是听到的 那个 你就自己去做吧 你就做给主耶稣基督看 阿里利亚 凡尊行我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方子的名之后 真的信徒 真的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孙命的儿女 像耶稣是孙命的儿女 主耶稣怎么样的 凡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而行了出来 我们祷告 主持我们圣灵 恩高帮助我们 全部天父吩咐给我们的 我们 靠着你的恩典 来顺从天父的旨意 把它醒出来 直到天父得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看马太一福音第十五章 第十八到第十九节 这个意思是耶稣说的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花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另外是讲 这里有两个特点是讲神的信使 一个是耶稣自己说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的意思就是 我启示 启示 向你说 意思是神所说的话不改变 这一个的神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然后呢 他的道本身就是他的律法本身 就是他的话本身 神本身是信使 他说的不改变 他本身从他的那个性情出来的话 就是律律典章 一切的律法 也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就的 所以他的话等于他 他等于他的话 都不能够被改变过来的 乃是真正的是 有实在的宝状 有实在的神的权柄 就是威严 有他的国度和根据是立定的 是永远不能够被挑战的 天地都可以废去 但是呢 律法的一点一地都不能废去 但是必要成全 弟兄姊妹 我们真要知道这一个 第一 神的性情 还有他的话不改变 第二 只有他的计划 永远成立 所以你想一想 我自己也想一想 我到底是要我的什么计划成就呢 我情愿要主给我的计划 因为是必然成就的计划 这是永远成功的 这个是永远成功的秘诀 就是只是要神的计划 而不要任何的计划 就必然成就 然后呢 要以耶和华神为你的意向 因为呢 明没有意向就是放肆 明没意向就必灭亡 你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不做的那一个 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是必须有目标 有意向 有方向 有生命的命定 我们情愿要 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成立 透过我们的生命 成立在我们的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天父 我愿意接受 你所给我的计划 我也要把一切的计划 交托在你的手中 凡事向你求问 因为凡事 把计划交托给你的 凡事要你的计划的 必然能够成就 感谢天父带领我们 走出永远得胜的道路 而没有失败 赞美阿爸父 愿你使我们是全然的顺服 因为你的旨意 你的计划 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我们赞同 我们接受 我们承认 奉耶稣基督的名 行在其中 阿们 阿们 主耶稣说 他说 无论任何的人 是废掉这个律 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么做 他在天国 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 遵行这个诫命 又教训人 遵行他在天国 要称为大的 这里两方面 就是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心事 不要以为可以把神的话拿来改来改去 这一个是玩火 也不要轻探神的话 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像你不在乎神的话 然后 确实好像没事发生 以为这个是 OK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我要祷告的是 愿主赐我们 是敬畏耶和华的心 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 要尊重神过于一切其他的 愿圣灵坐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什么呢 圣经说 我们若是遵行神的诫命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等一下我们看 因为有经文出现 等一下要看的是 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四节 现在继续看这个 无论何人遵行这个诫命 意思说 诫命给到来我们这里 是要我们来遵守 诫命给我们 是要我们来遵守的 因为是保护城 因为是保护我们的 你也知道 凡是顺命的 走在其中来遵守的 然后呢 我们在神的道当中 是得保护的 是蒙福的 好像耶稣一样顺命的儿子 然后第二呢 你不单只是自己遵守 你也要教其他的人来遵守 这个在大使命里面也有 主耶稣 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就近前来到门徒那里 他说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权柄都赐了也我 现在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然后什么 教导他们一切 我教导你们的 就是说 你是已经遵命了 主所给你的吩咐 然后你把你所遵守的 你有榜样的 你就教下去给其他的人 又教训人来遵守 大使命其中的一部分 主说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这个末了 我们这个的人 在天国要称为大 所以你是怎么样 有一个伟大的位分呢 越顺命的越伟大 这就是天国的道路 你越顺命 你越不自己来做主人的那个 你就越伟大 你越要自己来做主人的那个 就越微小 因为是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人 他说 没有学生大过老师 他说 你们称我为你们的主人 这个是对的 主人和他的门徒 没有门徒大过他的主人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 做顺命的儿女 模仿主耶稣基督 效法他 如何的顺从 如何的顺命 如何的事 顺顺服服的留在 全顶之下生活 不得了 阿里利亚 感谢赞美主 愿主装备我们在 非非言证大说 这种恩宠教会里面的人 都是这一类的人而已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生产孙正的 顺命的儿女 奉主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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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呢 主也说 如果呢 就是有人 听到有诫命 不一定是要这样行 可以另类的 其他的这个做法 其他的这个说法 你如果是非要诫命里面 其中一个 意思说是什么呢 凡事在神的圣经里面 一切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 我们都不可废掉 不可删掉 对吧 启示录最后一章有说的 谁是把这个预言书里面的东西删掉的 他的名也要从那个生命扯上删掉的 不可以改圣经 对吧 千万不要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任何一个 一条 然后你不单的 然后你不单的自己这么样的去 这个被盗而做而行 还教别人这样做 在天国里面称为是最小的 这个事要留意 我们顺便就看看这个 既然经文出现 这个启示录 最后一章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从第十八节 他说 这个是叫使徒老约翰 他说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的身上 然后呢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述 而圣传 删去他的分 这何必得最耶和华呢 所以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生命的儿女 我们应该是要做那个第十四节所说的 第十四节 以这个 来做祝福祷告 因为主耶稣说的 祂的咸头 祂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美加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净自己义福的有福了 就是洁净自己的行为 义福代表行为 洁净自己的行为 不错 过落罪性的行为 行处 主耶稣性的公义的行为 我们是洁净自己行为的 有福了 可以的权领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奉主的名之风 天父你 联明我们向你降服敬拜 我们可慕 求主圣灵 你建立我们成为是全被顺命的儿女 完全的顺命 没有抗拒 只有顺从 不懂得有任何抗拒的知识 把任何抗拒的知识 抗拒真理的知识奉主的名废除 乃是只有顺从 带领我们洁净自己的行为 因为我们可以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 从正门进入 新耶路撒冷城 因为我们是有福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刚才还有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完这个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 这里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弟兄姊妹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活在地面上面和其他的有不同 是因为我们愿意信 而且要信得过 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祷告主 圣灵恩高我们有信心 恩高我们的信心 是有恩赐出来的信心 叫信心的恩赐 有父神自己的信心赐给我们 有得救的信 赐下来给我们 也使到我们的信心是叫做增长起来 因听神的道 而能够信心起来 接受从天父而来的旨意 然后把它醒出来 主啊你说 我们从你生的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了 是胜过了这个堕落一切的罪性 所影响的世界 胜过了一切 所有魔鬼 就是世界的王 就被审判了的这个世界的王 他的一切的预装 我们从神生的是已经猝死入生了 是已经是进入神爱之的国度里面 是属神的人 主啊 你说 主啊你已经使我们因信心 因信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愿你恩高我们的信心 为你而活 听我们的祷告 愿父在我们的当中 你把你的旨意 成立在我们的其中 我们奉旨的明宣告 只接受天国而来的 天父给我们的生命的旨意 成立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每一个叫做今天 我们只接受天国的 写关于我们的是在神策子里面 我们还未获出来一天之先 神写明官复我们的事情 神的旨意的事情 成立在我们的当中 在地如同在天 一切仁义的计划和旨意 一切黑暗的计划和旨意 奉旨的明 全部一概是任在我们的脚下 不可约过上来 奉旨耶稣基督的明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记得要涂抹耶稣基督的宝血 在我们的门楣门框 要宣告十天九十一天 进到我们的氛围当中 主主带领我们 活出每一天是得胜的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我们下次再见 会有更多的 本周起司亮光 让天父带领我们 进到一个大有荣耀 大有得胜的这个 要来的这个星期 把荣耀归给天父 阿们 阿们